说到香港大慈善家邵逸夫 许多人一定不陌生 邵逸夫是香港电影工业的电机人 也开创了香港电影的第一个辉煌时代 邵逸夫在中国也算是德高望重的企业家 其实他并不是像李嘉诚一样的超级大富豪 他一生累积的资产大约百亿 不过他却在生前累计为内地捐款47亿 去世之后他剩下资产又都被捐入了邵逸夫慈善基金 继续为慈善做贡献 邵逸夫去世的时候享年107岁 他的一生可以说是非常传奇 不仅仅身边美女如云 而且坐拥百亿资产 更重要的是得享高寿 邵逸夫去世之后 有人在网上搜索邵逸夫楼 竟然发现总计有三万个结果 在中国非常多的大学中学都有邵逸夫楼 可以说邵逸夫在中国是一个口碑非常好的富豪 而且几乎没有争议 不过事实上 这个大慈善家却有另外不为人知的一面 在感情上面 邵逸夫的原配黄美珍是自己恩人于东玄的女朋友 邵逸夫其实是横刀夺爱 后来邵逸夫又移情别恋爱上了方亦华 在家庭上面 邵逸夫跟几个子女的关系也不好 邵逸夫晚年的时候 他的儿子誓死不回香港接受他的事业 于是邵逸夫才选择把TVB的股份 还有自己在香港清水湾的地皮一起出售 其实邵逸夫还有一个最大的争议 那就是他的吝啬 在香港一般这样的人被称为孤寒 在香港有两个著名的孤寒老板 一个就是被绑架的王德辉 另外一个就是邵逸夫的 王德辉的孤寒确实厉害 当年他被绑架了 警方成功帮他捉住了绑匪 他为了报答几个办案的警察 竟然请对方去吃麦当劳 王德辉对公司的员工也非常抠门 中秋的时候他请员工吃月饼 一块月饼竟然请了16人一起吃 当然如果你以为王德辉这样的孤寒 在香港找不到第二个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因为邵逸夫就是这样的人 最近香港阿姐汪明泉 在香港TVB的台庆上面说了一番话 引起了巨大的关注 汪明泉在香港娱乐圈的地位 可以说是非常高的 即使放眼中国 汪明泉也是排得上号的艺人 汪明泉在台庆上面代表艺人发言 说希望如果明年经济可以好一些 疫情可以好起来 老板能不能给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加工资 TVB的工资有多低呢 刚刚入行的演员月薪可能才几百元 而签了约的新人工资也才六七千 很多一线演员的月薪 也就是一万多而已 在香港一个卖猪肉的 也可以月入两万了 即使是奢侈曼这样的流量明星 拍一集电视剧的片酬也才几万元 香港的生活成本可以说比内地高了很多 这样的收入在香港可以说是非常低 甚至连生活都有问题 很多香港明星都选择北上拍戏 不过依然有很多选择留守香港 如今TVB的老板已经不是邵逸夫了 不过TVB这套底薪压榨演员的模式 就是邵逸夫时代留下的产物 邵逸夫当年管理TVB的时候 就曾经因为吝啬而闹出很多事情 其实不仅仅是TVB时代 邵逸夫从邵逝电影时代的时候就是如此 邵逸夫成立邵逝之后 给演员的工资就非常低 那个时候江大卫 郑佩佩等一线明星 都是按照月薪拿工资的 收入都是非常低的 当时邵逸夫手下的导演岳峰 在拍戏的时候 因为需要又找了一个副导演许国 并且约定一千元的报酬 后来岳逸夫去找邵逸夫报销 邵逸夫非常不高兴 特意让会计部不要全额付款 许国知道之后非常生气 直接把支票撕掉 说邵老板你多一千元付不了多少 我少一千元也穷不了多少 当年李小龙从美国回来 想要回香港发展 最初邵逸夫的公司有意签下李小龙 不过李小龙提出了一万美元的片酬 邵逸夫听到之后却不愿意给 他只愿意支付两千五百美元的片酬 结果李小龙被名不见经传的嘉和公司抢走了 随后李小龙拍摄了唐山大兄一炮而红 而且嘉和也因此奠定了自己在香港电影界的地位 邵逸夫在香港艺人口中的口碑 跟在内地的口碑可完全不一样 2013年香港著名的导演刘家梁去世 刘家梁是红泉的传人 同时也是香港的功夫电影的开创者之一 著名的导演跟武术指导 刘家梁可以说是香港电影历史上 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刘家梁在2013年去世之后 他的遗孀翁镜精 在刘家梁的葬礼上宣布成立刘家梁慈善基金会 并且个人捐出100万元 帮助香港落魄的电影武师 随后 翁静精在葬礼上面 更是大胆跟邵逸夫讨要工资 翁静精说 刘家梁很多年之前就为邵逸夫卖命 拍摄了很多好的电影 帮邵逸夫赚了不少钱 刘家梁入行之前就是著名的功夫大师了 那个时候邵逸夫跟刘家梁都有签订合同 每一部戏刘家梁都可以拿到分红 不过后来 邵逸夫却一直没有支付分红的工资给刘家梁 几十年来 刘家梁一直没说 翁静精在女儿的鼓励下 决定利用刘家梁葬礼的机会说出来 翁静精说 他相信邵逸夫是大善人 是帮丈夫存起来 然后拿去投资了 这笔钱现在没有5000万 也至少有500万 希望邵逸夫可以把钱捐给刘家梁慈善基金会 翁静精还透露 当年刘家梁跟邵逸夫约定 票房过1000万就可以分红 结果票房到了990万的时候 邵逸夫就立刻把电影下架了 刘家梁去世之后 香港几乎大半个娱乐圈都来参加了葬礼 江大卫 曾子丹 曾志伟 冯宝宝 薛家燕 梁家仁 汪明泉 罗家英 吴马 钱家乐 白标等明星都纷纷来参加葬礼 汪静精是特意选择在这个机会说出来 希望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汪静精说完之后 台下就是一片掌声 这说明许多人心里是支持汪静精的 甚至很多人多年一直被邵逸夫压制 但是却敢怒不敢言 毕竟邵逸夫是老板 而且在香港地位非常高 如果真的得罪了邵逸夫 那么在香港就不用想吃演员这碗饭了 其实邵逸夫在慈善方面的贡献自然不可否定 不过作为一个老板跟父亲 他却不一定合格 邵逸夫和第一任妻子黄美珍感情极好 两人一起携手度过了五十年 二人育有两子两女 1987年黄美珍逝世 十年后 她才娶了她的第二任妻子方亦华 邵逸夫在事业上很成功 却没有什么子女缘 她的两子两女从小便交给了她的大哥抚养 一直生活在新加坡 长期分离使孩子们和她的感情不深 邵逸夫的长子名叫邵维明 出生于1938年 她的成绩非常好 毕业于牛津大学法律系 1981年以前 协助自己的父亲打理 后来 由于父亲在母亲去世后 娶了一位比自己还小很多岁的妻子 而和父亲闹翻 原本被邵逸夫当成继承人来培养的邵维明 离开了国内 去往了新加坡发展 如今 她没有继承父亲的电影事业 而是在新加坡经营房地产和百货 她和她的父亲一样热心公益 大力推广慈善事业 她担任邵氏基金的主席 捐款给医院 学校和慈善组织 虽然和父亲有矛盾 但是父亲的格局和慈悲 还是深深地影响了邵维明 邵逸夫的次子名叫邵维忠 原本也和她的哥哥一样 任职于TVB董事局 后来因为方艺华也进入了TVB董事局 她最终选择了退出董事局 她后来选择了移居国外 为人一直很低调 不太露面 2014年邵逸夫去世时 她才在邵逸夫的葬礼上露了一面 可见邵维忠虽和父亲有矛盾 但心中还是很敬重父亲的 邵逸夫的长女名叫邵素文 次女名叫邵素云 她们一直都生活在国外 为人极其低调 故可知境况甚少 皆没有接手父亲的生意 如今定居在新加坡安享晚年 邵逸夫创办的TVB是她的毕生心血 最后她的子女却并没有继承她这方面的事业 不过她一生热心公益 给孩子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尤其是长子一直在继续公益事业 邵逸夫留给她的后人的最大财富 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 不是名下的财产多少 而是金钱买不来的慈善精神 邵逸夫先生已经去世了 可是她所捐赠的邵逸夫楼还在 她留给后人和世人的精神力量 会一直存留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